12月14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数据 中国消费和工业增速大幅的下降 不止低于预期 甚至低于10年前金融危机期间的增长速度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显示了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压力开始显现 另一个方面 美国总统川普不时的暗示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 美国现在占据了优势 认为美国与中国应该很快的能够达成交易 美中贸易战恶果的出现 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11月份经济运行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发展状态 但根据数据 11月中国工业产能增速为5.4% 是三年来最低的增幅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了8.1% 为2003年以来的最低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 援引加拿大皇家银行RBC资本市场 亚洲外汇政策总监郑苏的话说 这份较弱的数据显示了预先抢购的效应已经消退 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正在增加 郑苏还说道 这份数据很难看 自7月6日以来 自7月6日中美首轮征税以来 中国一直到10月都维持着良好的数据 郑苏指出 那是因为存在预先抢购的效应 国际购买者担心贸易战会对远期的供销和价格有巨大的影响 于是在短期内大量的购入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产品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出台后表示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还不那么的明显 郑苏解读 这只能说明后面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11月的数据只是一个开端 川普表示 中国经济陷入麻烦 只是因为我 在中国数据公布以后 美国总统川普的推文暗示道 中国这一份经济数据已经让美国占据了优势 川普在星期五的推文中说道 中国刚刚宣布 因为与我们的贸易战 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要缓慢得多 他们刚刚暂停对美国加征关税 美国做得很好 中国希望达成一个大的和全面的交易 这是会发生的 而且会相当快的发生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时也说到 由于美国采取的行动 让中国经济陷入了麻烦 川普表示 中国经济如果陷入麻烦 那只是因为我 川普认为 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以来 美国已经从中国那里 收来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关税 川普在采访中 以美国的低通账为由 说明中美贸易战并没有伤及美国 虽然他承认 道琼斯指数 已经失去了他在2017年 引以为傲的所有收益 面临上台后的最大挑战 习近平内外交困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经济连续几个月持续的下滑 可能让习近平迎来了最大的挑战 在国内事务上 习近平面临是否继续刺激增长的艰困难题 在国际舞台上 随着川普贸易战的推进 习近平可能会被迫对美国做出让步 实际上 自从习近平与川普 在阿根廷G20峰会的会面以来 为了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 中国已经做出了几项的让步 中国日前宣布 从2019年1月1号起到3月31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 暂停的加征关税三个月的时间 另外中国从12月中开始 小规模恢复从美国购买大豆 再来中国政府开始修改 引发美国和西方担忧的中国产业政策 中国制造2025 纽约时报指出 虽然习近平可以把与美国的贸易战 当作经济下滑的一个借口 但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 民怨最终会指向它 中国政府已经下令 对中国经济的坏消息进行审查 以上为新闻时事报李倩瑜的整理报道